史上最强的房屋现贷令 假设我们要买房子 透过仲介 然后让我们成交了 那房屋贷款的尾款那么大 我们怎么有办法现金补足 你现金无法补足的时候 就会变成你是违约 那我有时候就是10% 或是15%被没收掉了 想说我没事了 结果谁跑来了 仲介 我明明没有买到 这个合约解除了 为什么要付仲介会 动不动就主张瑕疵 他不晓得这个后遗症有多大 最法上不同的看法 那如果你是解除的话 是第二次移转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影响重大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 纸上最强的这个房屋 现贷令 就是说限制你贷款 这个对很多人 有很高的影响 那么就是说 假设我们要买房子 那透过仲介呢 透过仲介 然后让我们成交了 但是这个买方呢 因为受到央行的限制 或是他本身的条件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他成交了以后呢 会签这个契约 契约签了以后 我们通常会缴10% 然后契约成立 卖方会把这个权状呢 交给仲介配合的这个代数 备证用印款了之后呢 我们会去想要去贷款 可是各位呢 贷款现在银行贷不到 贷不到的时候 在我们一般的合约里面 他就会写说 贷款贷不到呢 要现金补足 可是各位呢 有时候房屋呢 我们都只有一两成 要八成贷款 那房屋贷款的尾款那么大 我们怎么有办法现金补足 那因此呢 就会造成说 你现金无法补足的时候 就会变成你是违约 违约的时候呢 这个卖方它会纯正信函 第一张就限7天内 你应该要来缴这个尾款 那你尾款没办法缴 7天过后已经是预期了 他纯正信函第二张来 就是说 你再不缴的话 我可能就会跟你解约 所以纯正信函第三张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你解约了 解约了以后 他连带的就会没收 你已付的价金 那如果你已经是付了10% 那10%给你没收 他没有超过内政部版的15% 那如果你已经付到20% 甚至于30%来了以后 尤其是预售的部分 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你这边会被没收 那没收的话 你可能就主张违约金太高了 所以请求法院帮你组减 那我们内政部版的是 损害赔偿不可以超过15% 但是如果你没有用内政部版 这个部分的话 他可能不受15%的限制 但是这个事实上 还可以请求法院去组减 那未来我们很多人会违约呢 他可能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很多人买房子会面临这个问题 那各位呢 那我有时候呢 就是10%或是15%被没收掉了 哎 想说我没事了 结果谁跑来了 仲介 仲介呢 要来跟你买方呢 要仲介会 我明明没有买到 这个合约解除了 为什么要付仲介会 所以大家都常常忘记说 还有一条仲介会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契约成立了 它叫做买卖契约成立了 仲介呢 成约才能够请求报酬了 那各位呢 事后的一个解约 事后因为法定的理由 双方不管是卖方不卖 或是买方不买 或是持缘付款被解除 那个是可规则于双方的部分 可规则于双方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事后的一个合议解约 这个解约有双方合议 说啊好 不然这个买买呢 大家没想 那我们两个改用 我们两个合议解约 你中介会你也照顾呢 因为这个是合约已经成了 你们事后才解约的 人家已经为你们搭桥 付出这个部分 付出这个劳力 所以他就要是这样 各位但是如果是法定 事由的一个解约呢 不管可规则于哪一方 他也认为是契约是事后的解除 所以呢 还是要付中介会 哇那各位 现在好多人呢 合约双方已经说 我们愿意合议来把这个约解开了 没输没败 但是中介不换过你了 是不是造成这样的事情 所以各位呢 我们在买卖的时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这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有好多的纠纷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呢 像这一种贷款贷不到 如果当初呢 我们在买卖的时候就讲说 我是一定买房子一定要贷款的 我贷款贷不到呢 我就不买 那你是说双方合约 无条件解除 我们好多的贷书 还有好多的人都会写 如果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贷款贷不到 合约无条件解除 那各位这种东西的解除 或是双方合议解约 贷款贷不到 双方合议解约 那这个时候中介会要不要 这个就会发生争议 所以各位呢 贷款贷不到 如果他要求你现金 补足 你不补足被罚 而被解约没收的话 这个一定要贷 那贷款贷不到呢 我们如果把它提升为条件 这一个买卖合约 我如果要买的话 就我一定要贷款 如果贷不到的时候 我们的合约就是不生效力 所以各位 这个要把它提升为条件 贷款贷不到 我们双方的合约 是不生效力 就是停止条件不能成就 不生效力 或是说贷款贷不到 解除条件成就 我们合约失效 事后的失效 那这个不生效力的时候 它只要列为条件 因此这个买卖 就事后因为条件 如果是停止条件的不成就 所以就不生效力 如果是解除条件的成就 就事后失其效力 所以各位 要把它约定为贷款贷不到 本合约不成立 或失其效力 不可以贷款贷不到 双方合议解除 所以很多人呢 他对于这个法律的概念 抓得不够精准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 因为贷款贷不到 我催告你 叫你补足 你不补足 你被我罚的 在我们法院认为 这个是可规则以你的 你要预估说 我贷款贷不到 合约就不生效力 或事后本合约解除 条件成就 而致死失其效力 那如果已经过户过来了 结果带不下来 这个情形 因为我们条件不成就 所以各位 是图销 回户到卖方这边来 双方呢 因为构成不成立 所以构成 以户的价金呢 就还给买方 买方就应该图销 这个买卖 而不是移转 解约是重新第二次移转 第二次移转的话 要克土地增值税的 甚至于未来会衍生 皇帝合约税的争议 那如果你是因为 契约不生效力 扶销回户为原来所有 那表示物权没有变动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不克土地增值税 已克的土地增值税会退 甚至于将来也没有 皇帝合约税的争议 很多人都不了解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看到好多的买卖的合约里 我们在合约里面会约定说 我买这一块地是建地 我是要来盖房子的 这一块土地不可以是别人家的法控 因为别人家的法控 是这一块土地已经被人家用过了 用去拿当作建筑基地 虽然它上面没有建筑物 但是它已经被套汇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我们在讲农地套汇 还有法定空地套汇的时候就有谈过 所以它不可以是别人的法控 第二个呢 我是要来盖房子的 所以这一块土地呢 必须可以指定建筑线 而来盖屋 兴建房屋的 这一块地必须是这个样子 第三 因为它这个土地前面有这个 人家的私人的土地 那这个私人的土地可能还没有征收 也可能是基层道路 或是都市计划道路还没有征收 所以我们需要拿到他人的土地使用统一书 我才可以开路 将来可以买五大管线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不能盖 我上一次也有谈到过说 路要有多宽 路宽呢 要六米以上 才可以盖一千平方公尺以上的楼地板面积 或是说你是工厂的话 要八米以上 那工厂最好是九米 因为它还牵涉到深度三十五米以上 要留色这一个回转道的问题 所以最好工业用地是要十米以上 那各位我们常常看到说 这块土地呢 卖方保证是可以来建筑使用的 是没有法控可以指定建筑线的 也可以拿到土地使用统一书的 那各位呢 他保证这样 惨了 他只有写说我这一块地是要盖 所以我可以保证这一块地是没有这些情形 问题现在来了 各位 如果现在呢 我买了这一块地以后呢 过户到买方这边呢 我买方去申请指定建筑线 我们在这一块地的前面呢 看起来是马路 结果这里呢 有一条小小的水沟 是水利署的地 别人的地 无法指定什么 建筑线 这个时候呢 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去跟水利署 如果没有在供灌溉使用 我们或许可以跟他申购 那问题如果申购不下来 他还要供灌溉白水之用 你就申购不了 那申购不了 你这一块地是建地 结果你买了是一块 无法兴建房子的土地的 那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好多的买卖契约呢 就没有写 所以没有写的时候 我们好多的人 就会去找律师 那律师呢 他对这个法律 掌握的也不够精准 就会去告写约 或是要减少价金 各位 你如果去解约或减少价金 这个是合约已经成立 事后去解除 那减少价金也是合约成立 事后因为有瑕疵而去减价 这个时候合约是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仲介来讲 他还是把你的买卖仲介成功 所以他还是可以拿仲介会的 那你这时候当然很火大 你都没有尽调查义务 你都没有帮我查清楚 你害我买到这种地 你还有脸来跟我要总结会 所以各位这种争议呢 在我们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走这一条路的话呢 你是走错了 各位当初他们约定说 这个土地必须是这样子 那这个到底是瑕疵呢 还是条件啊 是瑕疵呢 还是条件 各位 双方当事人可以把它约定 提升到为条件 而且这确实是条件啊 我要盖房子 你必须是土地 不然我一瓶四五十万跟你买 五六十万跟你买 甚至我们现在土地 涨到每瓶都百万米上 如果不能够盖房子 我为什么会买这么贵呢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我们约定说 这一块土地没有达到双方的合约 就是不生效力 或是合约 塑及失效 因为我要买这个地的条件是这样 所以各位呢 当事人重要的 你可以把它提升到这里 就像说呢 我要买的房子 我绝不买漏水屋 所以将来来燕屋了以后 如果发现漏水 双方约定不买 合约失效 如果是这样 我不会买的 那这个就是约定为条件 那个我们就有很多的人 当初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解约或减价 当时就有一个建商 当初这个是路 所以他就买了后面这一个 要来盖 他预估可以盖十几户的房子 前面这里都也有盖房子 那这里的一个巷道呢 它是五米的巷道 他认为这个五米的巷道呢 一定可以指定建筑线 他就跟人家签约了一瓶二十几万 好几千万买了 买了以后呢 他要去申请这个建造的时候 发现说 这个路呢 他没有六米以上 所以这里虽然能盖 但是他不能盖超过一千平方的楼地板 所以他只能盖一间大大的房子 但是他是要买来盖什么 盖十几户透天的呢 哇 各位 这个情形的时候 当初他请的律师就去跟他讲说 这是有瑕疵 所以要解约了 那各位呢 这案子后来一直打印认为说 这土地也是能盖啊 他说我能盖 没有错 若是我只能盖一千平方以下的话 这个不值这个钱啊 这个可能不到十万块就买得到嘛 我是预估 我可以盖十来户的 各位 哪知道这是路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当初他请的律师呢 用解除去处理就输掉了 各位 这一个情形的话 他要用明法八十八条 说意思表示错误 若知道这一块土地 只能盖一千平方以下 我不可能用这么高的价钱 因为我这个高的价钱 是我可以盖十来间的透天的部分 那这个意思表示错误呢 就是明法八十八条要撤销 但是这个明法九十或是乍七的 意思表示九十三条 都有一年的时效的限制 这个除此期间有一年的限制 所以当初他后来官司一审输了 再来找我的时候 我要回头用撤销打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就解除就输掉 所以各位这案子就输掉 他输掉了以后还要再负重接会 所以各位这个地方的时候 第一个把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提升为条件 停止条件成就 解除条件成就 让合约不升效力 第二个你在处理的时候 是用诈欺或是意思表示错误来撤销这个买卖 撤销这个买卖 这样也是可以 这种情形是在买卖的一个合约里面 在交的时候一再的提醒 也有一个案子是这样子 当初他卖出来的时候 透过仲介 各位这个是上亿的部分 仲介在这里的话 纵使跟他收个一趴 也是百万以上的仲介会 那么各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买卖契约已经成立了 但是事后卖方还回 他认为说这个合约是爸爸来签的 没有得到本人的授权 所以各位这个时候你的主张就非常 如果他们两个人不知道 去定了一个和解契约叫解除 双方合约解除 你把钱还给我 我们这个合约解除 甚至你让我补偿 他们后来用补偿金这个部分 所以各位你如果去解除的话 这个仲介会要付的 那如果你去主张说 这个没有授权 所以合约什么不成立 这个仲介会是不付的 各位这仲介会牵涉到好几百万 所以这个也是说仲介在做买卖的时候 他有没有得到授权 这个合约有没有效 是一个仲介的一个前提 请各位要特别特别注意 在定约的时候 或是在和解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不注意 他到底是契约不生效力 还是事后的解除 可规则的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有一种仲介的这个约定 那么通常是卖方要卖东西 委托仲介来卖 所以各位仲介契约呢 他有一班委任 还有专任委任 一般委任 我卖方可以找中介A 找中介B 找中介C 找好几家都可以委任 那么大家都去努力 最后看谁成约 出城买卖成立 假设是第一家 那就是第一家可以拿中介会 其他的就不能拿中介会 那你不能讲说 我花了好多的时间精力等等 那你就是没有成约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他故意快要成约了以后 他去找别家中介 找第二家中介来 故意让他成约 这个就是从中给人家割韭菜 这个就是行使权力 利用不法的手段 就把快要成立的这一节 把它排除掉了 然后说是别人的 这个是中介行业里面经常有的 那人挂中阿贝 从后面给人家割走了 那就有民法101条 是不是故意使条件不成就 或是民法184条 第一项后半段 故意以备于善良风俗之方法 加损害于他人 抢人家的生意的 这个很多 在中介这个行业里面非常常见的 那如果能够证明而查到的话 那我们会说 他是故意使条件不成就 或是他侵权行为 那这个时候 他仍然应该要付给他中介的费用 那么在专任的委托契约里面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都已经快要跟你中介好了 结果不出面签约 不想付中介会 想让他拖过去以后再私下成交 也有在委托的期间私下成交的 也有让他过期了以后 再跟待看的人私下成交 那这个是过期之后再私下成交 中介契约里面通常约定 中介期满后三个月内 你如果再跟我待看过的人成交的话 你仍然要付中介费 这种是他们在合约里面 就视为中介成立 或是故意使条件不成就 而来约定的这个情形 在全世界各国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存在 所以在中介合约里面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视为条件成就的部分 那么专任委托他有一定的期限 如果期限已经借满 而我不是跟你曾经待看的人 在三个月里面 或是他亲等之内的人成交的话 因为我会借人头来成交 散开这个中介 如果不是这种情形的话 期限一借满 这我们委任关系就已经消灭了 如果一般的委任的时候 你觉得这中介不太努力 他只是想给你谈 说我可以卖得很高 那么你呢就是想说 我觉得他可以卖得比较高 他出的价钱就比较好 我们就委托他 可是委托他他就是把你签了以后 就没有积极的在为你奔走努力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在那里等着遥遥无期 各位有很多的土地开发合约也是这样 签了以后 他就说我要帮你土地瓦34条之一 整合这个土地 整合了三五年了 问他什么时候会好 他也说大约在冬季 那这已经不会好了 那不会好的时候 各位我们在民法的委任契约上 可以随时把他终止委任 你请我律师 你看这个律师实在不太OK 你可以终止委任 终止委任的时候 律师只能收前面这些报酬 但是因为律师的报酬都先收 那么很多的律师终止委任了以后 他就不想要退你 后面没有服务的部分 所以常常讲说 哎呀怎么我律师都委任了 都好像不能够把他终止掉 file掉 可以的 只要是委任的关系的话 都可以终止掉 只是终止的话 他会约定说 你原来应付的报酬 还是要付 这时候我们最高法院不认同 终止的话 是付你前面的支出的部分 所以该付 并不可以请求 原来约定的报酬 作为终止的损害赔偿或违约金 但是如果你另外约定个违约金 而这个违约金并不是原来的报酬为准 就说如果你终止那么害我呢 前面这些劳务的支出都白费工的话 这时候你要付违约的责任 这倒是可以的 那各位呢 在仲介合约里面呢 我们如果这个仲介不努力的话 你就画个纯正信 你去说对不起 因为你都不努力 对不起 我觉得你的态度不OK 对不起 我觉得你都没有再为我着想 那常常就回来 给我要做契约变更 要给我杀价等等 如果仲介呢 他呢 当初给你开很高 然后就是说 你这个卖不动 所以又要回来叫你 再降再降的时候 那其实他可能都快要成交了 在这种情形 你跟他讲说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就终止你委任 所以要用这样子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法律的观念 一定要清楚 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讲 买卖合约 不懂的人 动不动就是双方合约解除 动不动就是双方合约解除 你常常在写解除 这就牵涉到仲介会 牵涉到好多税法上的问题 你应该要知道说 这样的是一个条件 如果这样的情形 发生的话 我们双方这个合约 无输无疑 不生效率 无效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或是说将来要走撤销 最不得已才去走解约跟减价 动不动就主张瑕疵 是书没有念好的一个状态 他不晓得这个后遗症有多大 不成立 撤销 无效 那个是徒销回复 最法上不同的看法 那如果你是解除的话 是第二次移转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影响重大 影响重大 我们很多的法官 我们很多的律师 都不明白 我们很多的仲介 还有很多在外面的代书的 这个买卖合约 都不清楚这个概念 所以造成非常多当事人 要多支出非常多的费用跟税金 所以在这里 老师特别提出来跟各位同学报告 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事情 反正你觉得这很重要 你就把它约定说 这是条件 如果这条件不能达到 我就不满 我算放就合一解除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进可攻退可守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